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鲁读书 今天为大家分享梁石秋先生的文章 女人,欢迎大家收听 有人说女人喜欢说话 假如女人所捏钻的故事都能抽取板税 便很容易致富 这问题在什么叫做说话 若是运用小小的机制 打破眼前小小的囧僵 获取精神上小小的胜利 因而牺牲一点点真理 这也可以算是说话 那么女人确实比较的富于说谎的天才 有具体的例证 你没有陪过女人买东西吗 尤其是买衣料 她从不干干脆脆地说 要做什么衣,要买什么料 准备出多少钱 她必定要东挑西茧 翻天覆地 同时口中念念有词 不是嫌这皮料子太薄 就是怪那皮料子花样太旧 这个不惊喜 那个不惊晒 这个缩头大 那个门面窄 批评的人家一文不值 其实满不是这么一回事 她只是嫌价码太贵而已 如果价钱便宜 其他的缺点全都不成问题 而且本来不要买的 也要够除起来 一个女人若是因为碳柜 而不升碳盆 她必定对人解释说 冬天升碳盆最不卫生 到春天容易喉咙痛 屋顶散漏 塌下盆大的灰泥 在未修补之前 女人便会向人这样解释 我预备在这地方安装电灯 自己上街买菜的女人 常常只承认散步和呼吸新鲜空气 是她上市的唯一理由 验线汽车的女人 常常表示她最厌恶汽油的臭味 坐在中排看戏的女人 常常说前排的头等座位最不舒服 一个女人馈赠别人 必说实在买不到什么好的 其实这东西根本不是她买的 是别人送给她的 一个女人表示愿意陪你去上街走走 其实是她顺便要买东西 总之女人总喜欢拐弯抹角的 放一个小小的烟幕 无伤大雅 颇战体面 这也是艺术 王尔德不是说过 艺术即是说谎吗 这些例证还只是一些 并无版权的谎话而已 女人善变 多少总有些哈姆雷特事 拿不定主意 问题大者如离婚结婚 问题小者如换衣换鞋 都往往在心中经过一读二读三读 决意之后再负义 负义之后再否决 女人决定一件事之后 还能随时做180度的大转弯 做出那与决定完全相反的事 使人无法追随 因为变得急速 所以容易给人以脆弱的印象 莎士比亚有一名句 脆弱呀 你的名字叫做女人 但这脆弱 并不永远使女人吃亏 越是柔韧的东西 越不易摧折 女人不仅在决断上善变 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别针位置 也常变 午前在领扣上 午后就许移到了头发上 三张沙发 能摆出若干阵势 几根头发 能梳出无数花头 讲到服装 其变化之多 长达到荒谬的程度 外国女人的帽子 可以是一根鸡毛 可以是半只铁锅 或是一个本鸡 中国女人的袍子 变化也就够多 领子高的时候 可以使她像一只长颈鹿 袖子短的时候 恨不得使两叶生风 至于扭扣盘花 滚边香袖 则更加是变幻莫测 上帝给她一张脸 她能另造一张出来 女人是水做的 是活水 不是止水 女人善哭 从一方面看 哭尝试女人的武器 很少人能抵抗她这泪的洗礼 俗语说 一哭二睡三上吊 这一哭确实歧视难当 但从另一方面看 哭也常是女人的 内心的安全办 女人的忍耐的力量 是伟大的 她为了男人 为了小孩 能忍受难堪的委屈 女人对于自己的享受方面 总是属于斯多亚派的居多 男人不在家时 他能立刻变成为素食主义者 火炉里能爬出老鼠 开电灯怕废电 再关上又怕废开关 贫素即以极端刻苦 一旦精神上再受刺激 便忍无可忍 一腔悲怨 天然地化作一把把的鼻涕眼泪 从安全办中咕咕而出 腾出空虚的心房 再来接受更多的委屈 女人很少破口骂人 很少宣秀挥拳 但泪线就比较发达 善哭的也就常常善笑 迷迷地笑 痴痴地笑 咯咯地笑 哈哈地笑 笑是常住在女人脸上的 这笑脸常常成为 最有效的护照 女人最像小孩 她能为了一个滑稽的姿态 而笑得前仰后合 肚皮痛 躺眼泪 以至于翻筋斗 哀与乐都像是常穿有背 一触即发 女人的嘴 大概是用在说话方面的时候多 女孩子从小往往口齿林立 就是学外国语 也容易朗朗上口 不像嘴里含着一个大舌头 等到长大之后 三五成群 说长道短 声音脆 嗓门高 如缠噪 如蛙鸣 真当得好几步苦吹 等到年势再长 万一坠入长舌形 则东加长 西加短 飞短流长 搬弄多少是非 惹出无数口舌 万一坠入喷壶嘴形 则琐碎繁杂 续锅唠叨 一件事要说多少回 一句话要说多少遍 如喷壶下注万流其发 当者披靡 不可向耳 一个人给他的妻子 买一件皮大衣 朋友问他 你是为使他舒适吗 那人回答说 不是 为使他少说些话 女人胆小 看见一只老鼠 而当场晕厥 在外国不算是奇闻 中国女人胆小 不至如此 但是一声劈雷 使得他拉紧 两个老妈子的手 而仍站立直 倒是确有其事 这并不是作作 并不是故意 在男人面前作态 使他有机会 挺起胸膊说 不要怕 有我在 他是真怕 在黑暗中或荒僻处 没有人他怕 万一有人 他更怕 屠牛宰羊 固然不是女人的事 杀鸡宰鱼 也不是不费手脚 胆小的缘故 大概主要的是 体力不济 女人的体温 似乎较低一些 有许多女人 怕发胖 而食无求饱 营养不足 再加上怕臃肿 而衣裳单薄 到冬天瑟瑟打颤 袜薄如蝉翼 把小腿冻得 做姜米藕色 两只脚放在背里 一夜也暖不过来 双手捧热水袋 从八月捧起 捧到明年五月 还不忍释手 抵抗饥寒之不暇 焉能忘其大胆 女人的聪明 有许多不可及处 一根棉线 一下子就能穿入针孔 然后一下子 就能在线的尽头处 打上一个截子 然后扯直了线 在牙齿上 喷喷两声 针尖在头发上 擦抹两下 便能开始解决 许多在人生中 并不算小的苦恼 例如缝上衬衣的扣子 补上袜子的破洞之类 至于几个灭棍 一上一下地 编出多少样物事 更是令人叫绝 有学问的女人 创僻沙龙 对任何问题 能继续谈论至半小时以上 不但不令人入睡 而且令人疑心 她是内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